本來是,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聽到這句話, 聖書人士說, 他們是一種聖書人士。 當然,他們是一個聖書人士。 聖書人士教導他們, 而現在,他看到他們的分別。 今天,聖書人士尤其是, 是來自私人士。 聖書人士尤其是, 實際上稱之外… 我毀了這也被弄傷。 這是冒賤的。 這不是英文, 這不是英文, 這是英文。 你明白 posição在聖書裡的最初 他們也曾經經經過的事情。 非常壞的事情。 在教會中最糟糕的事情發生, 而在教會中最糟糕的事情發生。 有些人會問, 為什麽在早期的教會上發生這些事? 在特斯斯拉音詞, 拜登講《寶祖說》的《罪》, 包括《罪》, 譬如是《罪》, 寶祖說《罪》, 是《罪》, 譬如是無益聖誠的道理。 但是,我們並不可以看到邪惡的東西, 因為我們看到邪惡在世界各地的世界。 我們看到邪惡在世界各地的邪惡中, 當我們唸《聖誡》或《聖誡》, 這不是兩千年的《聖誡》, 這就是一種信徒的信徒所屬的信徒。 它是在今天, 當然是在明天的書卷, 不僅是過去的人在讀現在的人, 甚至未來的人, 也要來讀這本, 它是一種信徒的信徒。 從這方面的觀看, 我們在教堂上, 有些人, 做了同樣的事情, 如在聖經時代的信徒, 所以聖經是很活的, 很活的,很活的,在我們眼前。 即便是初代所發生的事情, 也發生在我們的教會中。 我想說, 在我們教會中分裂出來的這位西牛大, 他們如何在教會中來講道呢? 你們知道, 非常重要的是, 那些人們, 尤其是在經過耶穌神聖的事件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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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背叛耶穌神聖的事件之後。 而新猶大和其他人, 在香港後, 在其他人, 在香港後, 尤其是在經過耶穌神聖的事件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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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不同的年代發生的事件。 尤其是在 проч正中, 尤其是在改善耶穌石, 尤其是在香港的聖的事件, 尤其是在經過瓶禮的鬼女, 尤其是我們曦誤尊、 尤其是麽會。 羽然無借助、 由於你們責無事、 尤其是非ns�alter中聖的事件, 更允豪有 regarding聖的禾方es。 在聖台階的方塊和玛...... 尤其可以露出非常負 sedent。 我們可以從他的臉上看到他們的微笑、不漸長的內疚。 如果有讀心理學的, 他可以在我們教會網站上看到我們的影片, 這些人參與聖禮, 他們的臉部的表情, 那不是很真誠的。 在《康律》中, 他們在組織中, 有些人說, 我屬於保羅, 其他人屬於阿波羅, 其他人屬於其他人, 其他人屬於其他人, 所以有些人想要屬於其他地方。 有些人說, 我屬於保羅的、雅庫羅的、雞法的、雞法的。 他們屬於其他人, 因為他們不能取得自己的個人性, 他們不能活在自由的人, 他們必須活在奴隸的人。 他們必須活在奴隸的人。 他們並不感到驕傲, 而是他們不感到驕傲, 而是他們所祝福在某人之下。 從心理性的看法, 因為我是英國人, 你也可以看到, 有些人很驕傲, 有些人可以失敗他們的家庭, 甚至是他們為足球隊員, 甚至是他們為足球隊員。 這並不是任何重要的事, 對嗎? 為足球隊員。 事實上是在這些宿主打工, 那是他們可以問他們。 它是屬於發展的machine事, 那是他們為足球隊員, 甚至於他們沒有辦法忍受宿生命。 以為足球隊員, 甚至可以讓他們互相互犯以為他們的生命, 甚至他們為他去堅持自殺。 他們甚至以為他們的生命, 甚至不得要忍受他的性命。 互相互犯了自殺。 其實是非常深深的思想法, 是過去考慮、 以及進行的思考、 這是不同的事情。 這當然是理解的。 但例如, 要屬於一個小組織, 要給自己的生命, 這是不同的。 我的意思是, 我並不是比賽, 我並不是比賽。 但是, 你們知道, 這只是一個很興奮的事情, 在自己的生命中, 如何是否覺得, 因為他們是空的, 而是在某些小組織。 我並不是反對, 成為足球民, 而我也是瘋跑滿某一個球隊。 但是, 如果你的生命是空虛的, 完全被你著迷的佔滿, 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在你的生命中的事。 我們知道, 如果造成教會的分裂, 這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分裂。 聖恩蟻基斯斯棟說, 即使你為耶穌牲聖靖, 你以為耶穌牲聖靖, 也不能成為這些的。 即使你為耶穌犧牲的生命, 但你造成教會的分裂, 你的罪是不會被赦免的。 但你也知道, 這就是心靈精神上的疾病。 這因此,我們看到了朋友們, 被分裂、分裂、 婚姻、相關的關係。 神是讓我們合一, 因為死亡在我們生命中是一個可怕的事件, 因為它讓人與人之間分裂。 當然,耶穌基督仍然在我們合一, 而無法完全分裂我們, 但是身體,我們也分裂。 但是神是讓我們合一, 即便是我們死亡, 雖然我們死亡, 我們的身體敗壞了, 我們沒辦法在身體上與對方見面。 但是我們的民視結合的。 今天, 也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 耶穌基督所講到的, 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耶穌行的神蹟, 祂醫病,醫了很多人, 祂在狂言之中。 所以, 祂教教得太好, 祂教教得太精彩了, 當時也通往, 然後, 大家聚誠教祂指祂, 是很容易禁止的事件, 因為有人沒有人用什麼餐, 因為耶穌的教導太精彩了。 可能他們感到餓了, 也可能還有其他人感到餓了。 也許耶穌講的正在精彩的時候, 那他的人主或聽眾感到餓, 所以他們提醒耶穌要聽的事。 耶穌並沒有說, 您必須不餓, 並並不是說, 您會留在這裡, 聽到我講的直至晚上, 您是人物, 那麽意思, 因此我們準備了食物, 我們吃到今天, 一起吃, 但耶穌並沒有說, 你不應該覺得飢餓, 你應該聽到這個伴演, 耶穌並沒有跟祂這樣講, 但是你知道, 在我們的教會中, 我們見到之後, 我們有提供這個午餐。 耶穌教導, 耶穌教導, 祂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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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教導如园子, 哈馬寶拖趕在這裡, 所以在教會中, 我們不是單單在靈命上的教導, 而是在生命上的滿足, 就是讓我們有供給食物, 而是不單單在靈命上的教導, 而是在生命上的滿足, 就是讓我們有供給食物, 但是不單是這兩方面, 而是人際關係的教導, 甚至教導小孩子。 但是聖徒說, 我們沒有什麼, 只有五餅餓魚, 還有二餅魚, 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聖徒說, 不是只對他神聖, 但是對我們說, 對我和你同樣的事, 對你和你老實說, 你們對他們在學校, 然後你們說, 耶穌說:「我沒有能力, 或許我沒有工作, 或是我的愛太低, 或是所有東西都在我, 但耶穌說:「我只餘了什麼, 很少的東西。」 或是所有的信徒, 對你的家人, 對你的同事, 所有人來講, 那就是餵養他們。 那你可能會說, 用什麼餵養呢? 我什麼都沒有, 我是一個很貧乏的, 我只有這個少許的食物, 如何來餵養呢? 可能我們都不會有完美的東西, 但大家都在這裡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好東西, 甚至神也不能拿到, 一個少許的, 在他的生活、 或在他的夢中, 我們不是一個完美的, 不是一個很豐盛的, 但是我們有一些良善的, 有些神給我們的恩賜, 也許是一點點, 那他可以藉著神來發揚光大。 這小的東西, 耶穌說:「我這裡, 拿來給我。」 耶穌對著這個群眾說:「你們坐下來吧。」 那些人也沒有對耶穌說:「你瘋了嗎? 我又沒看到食物, 你叫我們坐下來吧。」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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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用了五丙俄虞, 祝福祷告, 然後給祂的門徒, 那門徒就是傳給大眾信徒, 然後就一直傳下去, 傳不完。 在奇蹟的方式, 食物就多了, 而且它有這麼多, 我們知道以神奇的方式, 然後一直傳下去, 這個食物就不斷的增多, 那我們知道聖經記載, 那述說著那邊有五千個男人, 瑪迪就算男人, 他不算是女人, 但當然他們是女人和女人, 所以他們應該有10,000人, 對嗎? 在那個時代, 他們算人口是以男人為主, 那婦人和小孩, 他們沒有計算在裡面, 所以光男人就五千人, 如果加上婦女和小孩的人, 可能會超過一萬人。 所以每個人都吃得心滿意足, 你們知道, 這是一個很大的奇蹟, 但是, 人們參與在其中, 人們參與在其中。 因為你們知道, 在沙漠中, 當是在沙漠中, 因為摩西大人們就從天上降下馬納, 在沙漠中, 從天上降下馬納, 從天上降下馬納。 但我認為這個食物更大, 因為它是從壞的食物, 從小的共產, 從人們的祝福, 從人們的祝福。 而是從人們的祝福, 而是從人們的家與參與, 而且從人們拿祂僅有的麵包和封獻。 您知道, 這十分重要的, 以及記得今天, 我們有的小小的東西, 是,小小的東西, 是,小的東西不是足夠的東西, 但是,如果神看著我們的良心, 和我們的良心, 祂會增加, 祂會變得非常大, 如果來教會的話, 我們也可以讀這個福音書, 這樣的經文也很好, 我們知道, 就算是我們僅有有限的東西, 我們願意以良善的心獻給神, 而不是我們期待一些奇特的意象, 就如天上降下馬納, 或是一些奇特的神蹟, 而是我們僅有的, 以良善、全心、全意的心獻給神, 而是我們僅有的, 以良善、全心、全意的心獻給神, 神會讓祂更真正。 當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解決, 當我們說, 現在已經結束了, 我失敗了, 我沒有什麼, 它會降到很豐盛的福音, 當我們覺得自己一無所用的時候, 我們就跟神講, 我沒有什麼, 這是我僅有的, 但是我們就會看到, 神會讓更大的神奇奇事降臨在我們身上。 從另一方面, 我們也會說到一件事, 當他們結束後, 耶穌教我們要照顧, 他們會收藏, 他們會收藏, 以為他們沒有多餘的食物, 他們會收藏, 他們會帶他們出去, 他們會把這些多餘的食物收藏起來, 因為, 人們還會說, 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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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 那如果要的話, 那耶穌再讓祂增多就好了。 耶穌是教導我們要有智慧, 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我記得我的聖靈父親, Santhorferius, 他在聖靈祖父親說, 要看見神聖的人, 在聖靈子的徒之處、 他們可以看到他的聖靈的聖靈子, 用在聖靈子的聖靈子, 就知道他是什麽的人。 這個給我告訴你, 他告訴我,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因為他十三歲的時候, 他離開了三十歲的時候,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 他在一個小的咖啡廳裡打工, 像小的咖啡廳和咖啡廳。 以前沒有咖啡廳, 像今天我們有的咖啡廳, 他們也有咖啡廳, 而且你也有這個機器, 做成砂糖。 那是一個手工製的磨粉, 還有另一個同工, 也是小孩子在一起跟他打工。 有時候要磨咖啡豆的粉, 那有時候要磨咖啡豆, 不小心掉落在肚上。 但是這個孩子, 聖子佛福利歐斯, 他的名字是阿彌陀佛斯, 這次他告訴我, 我把所有咖啡的磨, 都不小心掉落在肚子裡, 我把所有咖啡豆子都清潔了。 他也把所有咖啡豆子都清潔了。 然後, 他的老闆就問他,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看到, 這個小孩,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就說, 他就說, 這小孩也不是很好, 不算是要浪費一個小的事。 他不在神經過, 但他也有心理, 要做到一切的事, 就是做到一切的事, 因為他的良心是非常善良的。 他跟其他人說, 這個小孩將來成為一個很偉大的人。 他當然不知道他將來成為一位聖徒。 所以我說, 要注意小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對小的事情不在意的話, 你對大的事情也更不在意。 例如,我們把食物放在每個地方,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 地上的大量的大量, 變成死亡。 有些人就把食物扔掉, 也許扔掉的原因是, 他吃不下, 或是他不喜歡吃, 就這樣浪費掉了。 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國家每日都有因為飢餓而死亡的人。 甚至我們知道, 有些人沒有食物, 他去找藍色桶、翻了垃圾桶來找食物。 對我們來講, 我們所做的是非常羞愧的事。 所以, 你們知道, 要注意, 要小心, 要視乎每個小的事情。 在你的良心上, 然後給你一個小事。 神會給你一個大事。 神會呼召我們負責任。 尤其是在台灣, 我和你, 但是我和我, 在社會工作的人。 我們在台灣不是擔心台灣人們, 因為台灣是富裕的國家。 但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是, 在台灣人身上, 有神的話與糧食來供給他們。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 在台灣人身上, 有神的話與糧食來供給他們。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 台灣人什麼也不是。 但是神會對你講, 你什麼也不是, 但是我要藉著你來餵養台灣的人。 在座的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神都會藉著你們, 對你們的家人, 親戚或是朋友, 來增長他們的認識。 願三位一起得生, 保守你們。 在座的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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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封鎖的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都封鎖的每一位, 都封鎖的每一位, 叫八個七位,